綠燈一輛機車騎士 才剛起步執行 沒想到正要通過路口 左邊突然出現一輛貨車 硬是要插隊轉彎 而且副駕駛座窗外搖下 伸出了一隻手 疑似拿了一把手槍 也讓後方騎士瞬間 嚇得趕緊減速 這起疑似當街亮槍的情況 13號投票日當天下午 就出現在台南賈里區的 新生跟光復路口 由於該路口 在當地的主要鬧區 加上當時路上人車眾多 雖然亮槍過程 短短不到10秒 但還是讓後方騎士驚訝不已 並在事後把影片PO網 但警方說 雖然沒人報案 也不確定手上拿的是手槍 但律師說 小貨車的行為 除了涉及恐嚇 恐怕還有強制罪問題 如果最後確認是槍支 罪責還會更重 雖然暫時沒人報案 但警方已經調閱監視畫面 要通知當事人 要通知當事人 道案說明 釐清整個過程 以免選舉剛過 又讓強制問題 再度上了社會版面 TVBS新聞南部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